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工作以外 我的生活圈里就两三个人 朋友也就一两个人 人太多的时候 基本是看不见我存在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写歌的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写歌的 不对你是一个艺人 你是一个 我说不对 我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我现在还在给别人弄东西 我认为你的歌曲除了本身的素质相当好之外 其实还是最最重要的是在你的旋律 有那种功能 就是让人听了以后 就愿意跟着你去唱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荣浩 基本上和我的一个判定差不多 就是它是属于思考音乐方面是很专业的 拿了金曲从台湾回来 我跟我妈说 我妈我拿金曲讲 她说挺好的 你这个什么时候找工作 我妈基本上已经着魔了 天天就听 我不管什么时候回来 一直放着 其实我认为 这个对于她妈妈来讲 这不是歌 是她儿子每天跟她叨叨 爸爸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一代人的父母 甚至可能包括比我大一点年纪的父母 更多都是比较腼腆的 他可能一辈子都没跟你说过 比如说我爱我想你了 或者我爱你 都没有说过 但是那个东西 我们都能强烈的感觉到 非常强烈 我得找一下那和弦 没事 我喜欢那个John Mayer 一个吉他小近代的手 他把吉他和编曲这两个字 完全改变了 就把吉他以前从一个伴奏乐器 变成了一个很主要的东西 玩音乐的那个编曲那个概念 简直绝了 绝了 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被别人认可 就我的东西有人认可 这个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我就是这样让你看到 您看着 ihm说的 你更好想我 你会不会不会来 像你像我一样 你会不会让我